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这两块是咱们刚刚采摘下来的 早晨采摘下来的这个枣 那也真是太甜了 脆甜脆甜的 因为宁夏零五 周夜温差大 就是晚上的时候温度很低 早晚都特别的冷 都要穿护衣服了 中午的时候还在穿短袖 早上采摘下来的这个枣 脆甜脆甜的 真好吃 特甜了 因此大家把枣收到之后 先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冷藏两小时以后再去吃 就像我们从早晨的树上 采摘下来的口感是一样的 超好吃超好吃 这种枣是生长在宁夏礼物的 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 是不适合色盖 就是新鲜吃的 因此口感很纯粹 只是果期只有15天左右 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新鲜的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纤维 有基酸 以及果胶 B维生素等 与该枣相比 维生素C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就会被破坏掉了 所以该枣的营养 那是比不上新鲜枣的 新鲜的枣营养价值更丰富 能够在吃新鲜枣的季节 尽量选择新鲜的枣 毕竟该枣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而且新鲜枣号称为水果界的营养全能冠军 咱们每天都新鲜菜在产地制法 为了保证质量还选择送风快递包有 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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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中午的时候 住院文场大 又要穿短袖了 所以说温度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睡 裹得比较严实 就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打包枣子的话 就是比较和彩珍类相比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了 它在库房里面 首先是不睡太阳的 而且咱们是打包枣子的话 工资就是120块钱 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 中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 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工作的地点来上 就在宁夏市05市的 长造交易中心后面的冷库旁边 直接走上去 到操库联系咱们的主管登记 立马就可以上班 工期大概是20天左右 因为这个宁夏05朝早 它就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不冷酷睡干 也不适合睡干 就是新鲜车的 因此口感会更加的虫脆 大概只有15天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火器 宁夏05的长造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的 它在市面上可受欢迎的 每天的发放料都是集外贷 急需要打包装箱的人 错过了就没有了 因为新鲜的早饭的 VC的海料 在我们能够吃的新鲜的水果里面 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吃新鲜早的季节 大家一定要去吃 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约维的海料也很高 而且有基酸果胶的海料都很丰富 还有恢复的病毒维生素 干草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新鲜早 大家能够在吃到的季节 一定要去吃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为了保证质量保证挺正 咱们每天都是新鲜菜 在同时选择送风馈地 给大家包优的 只要吃过回购超级高的 五香十香二十香 都是把他带回家的 就是送给家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自己吃 炒好的送礼就得送介糕 这件事情是没错的 很述欢迎的 扎盆萃 本地的青年人 一起回来都是本地青 就是不算正本地人 大学生联合本地的青年 对对 带头创业 同时带动整个到地的产业 就是我们回来想种咖啡 还是他能种的最重 哦 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 然后还有村民 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18年主来的 18年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 去外面 想留在家乡呢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哦 怎么说呢 这家乡这农村 还是有定的这种 情怀的吧 因为父母啊什么的 好亲人接触啊 所以 对乡村啊 去土地还是有定的 感情 然后跟发起人 坐在一起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嗯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就 就一直住在村里 就两年就住在村里面 最长是现在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 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个人啊 呃 原来有89户 哦 但现在常住的就九户老人 就九户老人 对 就九户老人 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心村嘛 原来人家乡村的普遍的 也会赚三块 所以为什么要提倡 湘村振兴 嗯 所以再不有一些人 有在回流的话 那个湘村可能就慢慢的 就没有了嘛 所以 那一开始说要引 让人才才回流 那你 外出的人在回流 你肯定不能够回来种田了 嗯 对 对 最近呢 是咖啡城所的季节了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啊 就花的比较多 晒要晒15到30天 下面 下面 下面的话 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 像村里面的村民 亮的酒啊 做的豆腐啊 蜂蜜啊 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 纳着这个 我们 肯成那个品牌 前提是 这些 产品的质量 给我们来把关 咖啡 咖啡 还是我们的第一天 对 对 那我们村的话 以前老人的话 在村里面 当然是头下 都会自己架构 茶咖啡的 嗯 所以的话 这边的咖啡文化 是比较浓郁的 有的一些零散的地 都会种的咖啡 嗯 所以我收的咖啡很贵 我们鲜果就收6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 需要几斤鲜果 才可以两个晒干 六斤鲜果 六斤鲜果 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 那些咖啡的果汁要摘出来 然后要晒干嘛 晒干要去完咳 嗯 去完咳之后 然后再公开 那些水分的最后 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这个咖啡 一杯是大个什么药的香味 我在吃吗 我在吃吗 一杯十八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我玩 晚上回记得挺多 这就是全手过来 我们就是演一个 游客的体验这样 是 觉得他还真 喝到我们 才会觉得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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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蕉树有点大 一串香蕉挂在上面 还没有成熟 是新的 咖啡馆是坐落在这个葱庄里面 一个与时光对应的葱庄 咖啡树 开花了 这个花看上去像金银花一样的那种感觉 白色的 有的咖啡树已经有果子了 有的咖啡树还在开花 一盆全部都是咖啡树 进来了来到咖啡厅了 是一个露天的 好吧 咖啡豆 咖啡树 特别玩意的 这个人从那个双心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对对 味道嫩小啊 对对对 好 相位特别浓郁了 一种感觉真好 我又不想让你放刀子吗 对对 但是现在进来就这样 不多也不熟 如果说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一定要体验一下葱萝里面体验一下 这个咖啡 全部都是道地的咖啡豆 它也被叫做炒树葱 据老板介绍咖啡厅 也是亲自游的一个场所 每到周末或者是接假日的时候 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或者团队体验农村的生活 大学生年和本地的青年 对对 带头创业 同时带动整个道地的产业 就是我们古代山种咖啡 还是咖啡村里的最终 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 然后还有村民 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18年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去外面想留在家乡呢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怎么说呢 对家乡对农村还是有定的这种情怀 对家乡就爱了 父母啊什么的 对家乡就投币还是有定的 感情 然后跟发起人做一句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就 就一直住在村里 两年就住在村里面最常见的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 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多少人啊 原来有89户 那现在常住的就九户老人 就九户老人 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心村嘛 我们的乡村普遍的一些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提倡乡村振兴 因为再不有一些人留在回流的话 这个乡村可能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所以开始说要引人才才回流 外出的人在回流你肯定不能够回来这么甜了 最近呢是咖啡城所的季节嘛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就花了比较多 晒要晒15-30天 下面画面的话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 像村里面的村民亮的酒啊 这个豆腐啊蜂蜜啊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拿来这个股城的品牌 前提是这些产品的质量给我们来把关 那我们村的话以前老人的话在村里面 当然是头下都会自己加国产咖啡的 所以的话这边的咖啡文化的话是比较浓郁的 所以像老一辈啊 因为村里面的老咖啡数也很多 就像我们回来都开始收咖啡 因为我们种的咖啡要三年的结果嘛 三年结果 所以今天才刚结果 所以我们收咖啡都是收村民 村民以前他们自己的一些零散的地都会种的咖啡 所以我收的咖啡很贵 我们鲜果就收6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需要几斤鲜果才可以两个晒干 六斤鲜果 六斤鲜果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那咖啡的果汁要摘出来 就要晒干了 晒干要去完可 去完可之后 然后再烘焙许分了之后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这个咖啡一杯是大概什么药的香味 我这怎么 118 118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我当回记得挺多 这是全手工的 我们就是一个游客的体验这样 就让他来着喝到我们去的烫 就让他来着喝到我们去的烫 就让他来着喝完 爱恨 如果是一瞬间 红线里飘摇 取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人时间 我呀我 爱恨 重复不见 嘎蜂菜 我现在吃的这个草 是宁夏凌乳的长枣 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了 上面还有绿色的叶子 绿绿的 因为把它放在冰箱的冷槽 上面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吃 就跟早晨刚刚从树上摆在下的那种风味 现在不是正好是咱们这个 营架的明物场 走大量成熟上市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人去采摘 因为全部都是人工采摘 人工挑选的 采摘的话就是一天的话是180块钱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的休息的时间 因为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 这个枣树上它是有事的 会有点扎手啊 所以说穿着特别的厚头戴的口罩 又是中午的时候 周圆文长大 又要穿短袖了 所以说温度是比较高的 特别晒 裹得比较严实 就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打包枣子的活就是比较 和彩这类相比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了 它在裤房里面首先是不晒太阳的 而且咱们是打包枣子的话 工资就是120块钱 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 中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 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啊 工作的地点来上 就在宁夏市05市的长造交易中心 后面的冷库旁边 直接走上去啊 到操库联系咱们的主管登记 立马就可以上班 工期大概是20天左右 因为这个宁夏05朝早 它就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不能够睡干也不适合睡干 就是新鲜吃的 因此口感会更加的虫脆 大概只有15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火器 宁夏05的长造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的 它在市面上可受欢迎的 每天的发货料都是集外贷 急需要打包装箱的人 错过了就没有了 因为新鲜的枣它的VC的海料 在我们能够吃的新鲜的水果里面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吃新鲜枣的季节 大家一定要去吃 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纤维的海料也很高 而且有基酸果胶的海料都很丰富 还有丰富的B维生素 干也枣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少 新鲜枣大家能够在吃到的季节一定要去吃啊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为了保证质量保证品质 咱们每天都是新鲜菜 在同时选择送送馈给大家包邮的 只要吃过回购超级高的 五箱十箱二箱都是把它带回家的 就是送给家里的亲层好友啊 或者是自己吃啊 好的送你就得送健康 这件事情是没错的 很受欢迎的 大分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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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杨茜茜 现在是早上的芭蝶柱 这两 Pea 二PER 早晨采摘下来的,早晨采摘下来的这个枣,而且是太甜了,脆甜脆甜的,因为宁夏零五,周月温差大,就是晚上的时候温度很低,早晚都特别的冷,都要穿护衣服了,中午的时候还在穿短袖,早上采摘,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个枣,脆甜脆甜的,真好吃啊,脆甜了。 因此大家把枣收到之后,先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冷藏两小时以后再去吃,就像我们从早晨的树上采摘下来的口感是一样的,超好吃,超好吃。 这种枣是生长在宁夏礼物的,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是不适合色感,就是新鲜吃的,因此口感很纯粹,只是果期只有15天左右,是一个硬气实例水果。 新鲜的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膳食纤维,有基酸,以及果胶,B组维生素等,与该枣相比,维生素C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会被破坏掉了,所以该枣的营养那是比不上新鲜枣的,新鲜的枣营养价值更丰富。 能够在吃新鲜枣的季节,尽量选择新鲜的枣,毕竟该枣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而且新鲜枣号称为水果界的营养全能冠军,咱们每天赌新鲜菜在产地制法,为了保证质量还选择顺风退地包有,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香蕉树有点大,一串香蕉挂在上面,还没有成熟,是新的 咖啡馆是坐落在这个葱庄里面,一个与时光对应的葱庄 咖啡树,开花了 这个花看上去像金银花一样的那种感觉 白色的 有的咖啡树已经有果子了,有的咖啡树还在开花 一盆全部都是咖啡树,进来了,来到咖啡厅了 是一个露天的 好吧,咖啡树 特别玩意的,从这个双心就可以看出来 对对对,为了闷想啊 对对对对 为了闷想啊 为了闷想啊 对对对 因为你感觉非常Բ哈哈 这吧 welche 味道特别融竭啊 嗯 呀 这点 我又是想让你放刀子吗 对对对 但是现在是你们是对的 我是在逼人那边就去的 不多也不熟 最近都是咖啡成功的细节 我们是自收自晒 要晒的功就花了比较多 要晒15-30千 如果说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来成妹的时候 一定要体验一下葱萝里面 体验一下这个咖啡 全部都是当地的咖啡豆 它也被叫做炒树葱 据老板介绍咖啡厅 也是亲自游的一个场所 每到周末或者是接假日的时候 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或者团队体验农村的生活 大学生联合本地的青年 对对 对同时带动整个到地的产业 那就是我们古代上种咖啡 还是调整村民的最种 哦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 然后还有村民 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18年就来了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 去外面小农的家乡呢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哦 怎么说呢 这家乡对农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情怀了吧 就是父母啊什么的 好亲人接触啊 对 对乡村啊 去土地还是有一定的 感情 然后跟发起人就一起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就 就一直住在村里 就两年就住在村里面 最常见的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 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多少人啊 呃 原来有89户 嗯 但现在常住的就9户老人 就9户老人 对 就9户老人 就是典型一个空心村嘛 因为乡村的普遍里有些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提倡香港政行 嗯 所以再不有一些人留在回流的话 这个乡村可能就慢慢的 就没有了嘛 所以 开始说要引人才啊 开始回流 那你 外出的人在回流 你肯定不能够回来种田啦 嗯 对 对 最近呢 是咖啡神价的季节嘛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啊 就花的比较多 晒要晒15到30天 来 下面画面的话 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啊 像村里面的村民 亮个酒啊 这个豆腐啊 蜂蜜啊 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拿这个 股成那个品牌 本题是 这些 产品的质量 给我们来把关 咖啡神价 还是 第一个咖啡 嗯 对 因为我们村的话 以前老人的话 在村里面 当然是头下 嗯 都会自己架口茶咖啡的 嗯 所以的话 这边的咖啡文化的话 是比较浓郁的 对 这样老一辈啊 因为村里面的老咖啡数也很多 就像我们回来 就要开始收咖啡 嗯 因为我们种的咖啡 要三年才结果嘛 三年结果 对 今年才刚结果 所以我们收咖啡 三年才都是收村民 村民以前 他们是有的一些 林产的地 都会种的咖啡 嗯 所以我们收的咖啡很贵 嗯 我们鲜果就收6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 需要几斤鲜果 才可以两个晒干 六斤鲜果 六斤鲜果 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 那咖啡 那果汁要摘出来 然后要晒干嘛 晒干要去完咳 嗯 去完咳之后 然后再烘焙的水分了之后 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这个咖啡 一杯是 大概什么药的香味 我的什么 我的什么 一杯十八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我当回记得点 这是全手工的 我们就是 这也一个游客的体验 这样 这咖啡还真 合到我们 我们去的 这咖啡 还没够啊 望呀望 爱恨不过 是一瞬间 红线里飘摇 去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人世间 望呀望 爱恨重复不见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柱 这两框是咱们高高采摘下来的 早晨 采摘下来的这个枣 那也真是太甜了 脆甜脆甜的 因为宁夏 凌雾 周月温差大 就是晚上的时候 温度很低 早晚都特别的冷 都要穿护衣服了 中午的时候 还在穿短袖 早上采摘 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个枣 脆甜脆甜的 真好吃 特甜了 因此大家把枣收到之后 先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冷藏两小时以后再去吃 就像我们从早晨的树上采摘下来的 口感是一样的 超好吃 超好吃 这种枣是生长在宁夏礼物的 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 是不适合色盖 就是新鲜吃的 因此口感很纯粹 只是果期只有15天左右 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新鲜的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纤维 有基酸 以及果胶 B维生素等 与该枣相比 维生素C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就会被破坏掉了 所以该枣的营养 那是比不上新鲜枣的 新鲜的枣营养价值更丰富 能够在吃新鲜枣的季节 尽量选择新鲜的枣 毕竟该枣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而且新鲜枣号称为 水果界的营养全能冠军 咱们每天都新鲜 采摘产地之法 为了保证质量 还选择顺风溃地包有 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哟 今天是早上的八点钟 这两块是咱们刚刚采摘下来的 早晨 采摘下来的这个枣 那也真是太甜了 脆甜脆甜的 因为宁夏零五 周夜温差大 就是晚上的时候温度很低 早晚都特别的冷 都要穿护衣服了 中午的时候还在穿短袖 早上采摘 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个枣 脆甜脆甜的 真好吃 特甜了 因此大家把枣收到之后 先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冷藏两小时以后再去吃 就像我们从早晨的树上采摘下来的 口感是一样的 超好吃超好吃 这种枣是生长在宁夏礼物的 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 是不适合色盖 就是新鲜吃的 因此口感很纯粹 只是果期只有15天左右 是一个硬气实力水果 新鲜的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纤维 有基酸 以及果胶 B维生素等 与该枣相比 维生素C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就会被破坏掉了 所以该枣的营养 那是比不上新鲜枣的 新鲜的枣营养价值更丰富 能够在吃新鲜枣的季节 尽量选择新鲜的枣 毕竟该枣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而且新鲜枣号称为 水果界的营养全能冠军 咱们每天都新鲜采摘产地制作 为了保证质量 还选择顺风快递包有 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钮订 dat家伍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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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吃的草是宁夏凌汍的常灶 最冰箱里放的一个星期了 上面还有绿色的叶子 绿绿的 因为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吃 就跟早晨刚刚从树上采摘下的那种风味 现在不是正好是咱们这个营价的礼物厂 从大量成熟上市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人去采摘 因为全部都是人工采摘 人工挑选的 采摘的话就是一天的话是180块钱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的休息的时间 因为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 这个早树上它是有刺的 会有点扎手啊 所以说穿着特别的厚度戴的口罩 又是中午的时候 主要温差大 又要穿短袖了 所以说温度是比较高的 特别晒 裹得比较严实 就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打包枣子的话 就是比较和彩这类相比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了 它在库房里面是不晒太阳的 而且咱们是打包枣子的话 工资就是120块钱 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 中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 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啊 工作的地点来上就在宁夏市 05市的长造交易中心后面的冷库旁边 直接走上去啊 到操库联系咱们的主管登记 立马就可以上班 工期大概是20天左右 因为这个宁夏05长造 它就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不能够睡干 也不适合睡干 就是新鲜车的 因此口感会更加的虫脆 大概只有15天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火鲜 宁夏05的长造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的 它在市面上可受欢迎的 每天的发货料都是集外贷 急去要打包装箱的人 错过了就没有了 因为新鲜的早饭的 3C的海料在我们能够吃的 新鲜的水果里面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吃新鲜早的季节 大家一定要去吃 丰富的维生素C 膳纤纤维的海料也很高 而且有基酸果胶的海料都很丰富 还有丰富的B维生素 干颜早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少 新鲜早大家能够在吃到的季节 一定要去吃啊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为了保证质量保证品质 咱们每天都是新鲜菜 在同时选择送风亏地给大家包优的 只要吃过回顾超级高的 五箱十箱二十箱 都是把它带回家的 就是送给家里的青春好友啊 或者是自己吃啊 尝好的 送你就得送健康 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 很述欢迎的 大奔萃 大学生联合本地的青年 对 带头创业 同时带动整个闹地的产业 就是我们古代上种咖啡 还是发动村民来去种 哦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然后还有村民 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18年出来了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去外面 想留在家乡呢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哦 怎么说呢 这家乡这些农村还是有定的这种情怀了吧 就是喊父母啊什么的 好亲人接触啊 对 对乡村啊 就投资还是有定的 感情啊 然后跟发起人做一句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就 就一直住在村里 就是两年就住在村里面最常见的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 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多少人呢 呃原来有89户 嗯 但现在常住的就9户老人 就9户老人 对就9户老人 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心村嘛 因为乡村的普遍里有些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提倡香港振兴 嗯 所以再不有一些人有在回流的话 这个乡村可能就慢慢的 就没有了嘛 所以 开始说要引让人才啊 开始回流 那你 外出的人在回流 你肯定不能够回来种田啦 嗯 所以一个 最近呢 是咖啡城所的季节嘛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啊 就花的比较多 晒要晒15到30天 好 下面画面的话 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啊 像村里面的村民亮的酒啊 这个豆腐啊 蜂蜜啊 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拿着这个 我们 竹城那个品牌 前提是 这些 产品的质量 给我们来把关 对 咖啡 还是 我们有第一天的 嗯 对 那我们村的话 以前老人的话 在村里面 然后去头下 都会自己架口茶咖啡的 嗯 所以的话 这边的咖啡文化的话 是比较浓郁的 对 这样老一辈啊 因为村里面的老咖啡就有很多 很像我们回来都开始收咖啡 嗯 因为我们种的咖啡要三年才结果嘛 三年结果 对 今年才刚结果 所以我们收咖啡 咖啡都会收村民 村民以前他们自己的一些 林产的地都会种的咖啡 嗯 所以我收的咖啡很贵 我们鲜果就收六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 需要几斤鲜果才可以两个晒干 六斤鲜果 六斤鲜果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 因为咖啡的果子要摘出来 然后要晒干嘛 晒干要去完可 嗯 去完可之后 然后再公开的水分 那最后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这个咖啡一杯是大给什么药的香味 我这怎么 我这怎么 118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我这回记得挺多 全手工的 我们就是一个游客的体验这样 就让他来真喝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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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他来真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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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喝完 爱恨 如果是一瞬间 红线里飘摇 去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人时间 我呀我 爱恨 重复不见 香蕉是有点大 一串香蕉挂在上面 还没有成熟 是新的 咖啡馆是坐了在这个葱庄里面 一个与时光对应的葱庄 咖啡树 开花了 这个花看上去像金银花一样的那种感觉 白色的 白色的 有的咖啡树已经有果子了 有的咖啡树还在开花 一盆全部都是咖啡树 进来了 来到咖啡厅了 是一个露天的 是一个露天的 好吧 咖啡豆 咖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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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文艺 这个从那个双心就可以看出来了 好美好美 咖啡树 对对对 味道嫩 对对对 太好了 咖啡树 那天好 好 至于是对 也很酸 香毒 特别容易 很酸 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是想让你放烧是吗 对对 但是现在基本是对的 我不多也不少 如果说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一定要体验一下葱落里面体验一下这个咖啡 全部都是当地的咖啡豆 北北叫做炒树葱 据老板介绍咖啡厅也是亲自游的一个场所 每到周末或者是接假日的时候 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或者团队体验浓葱的生活 大学生联合本地的青年 对对 带头创业 同时带动整个到地的产业 就是我们古代山种咖啡还是他都村民的最重 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然后还有村民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18年就来的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去外面想住在家乡呢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哦 怎么说呢 这家乡这些农村还是有定的这种情怀了吧 就喊父母啊什么的 好亲人接触啊 对 对乡村啊 比土地还是有定的 感情 然后跟发起人坐在一起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就 就一直住在村里 这两年就住在村里面 最常见了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 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个人吗 呃 原来有89户 嗯 但现在常住的就九户老人 就九户老人 对 就九户老人 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心村嘛 呃 乡村普遍的一个段方法 所以为什么要提倡乡村振兴 嗯 所以再不有一些人留在回流的话 这个乡村可能就慢慢的 就没有了 所以 开始说要引 让人才啊 才有回流 嗯 外出的人在回流 你肯定不能够回来种田了 对 对 嗯 最近呢 是咖啡神仇的继绝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啊 就花了比较多 晒要晒15到30千 来 下面 画面的话 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啊 像村里面的村民 亮个酒啊 做的豆腐啊 蜂蜜啊 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纳在这个 组成这个品牌 前提是 这些 产品的质量 给我们来把关 咖啡神仇的 咖啡神仇的 我们的咖啡神仇的 对 因为我们村的话 以前老人的话 在村里面 当然是头下 嗯 都会自己架构茶咖啡的 嗯 所以的话 这边的咖啡神仇的 我们画的话 是比较浓郁的 对 这样老一辈啊 因为村里面的老咖啡数也很多 就像我们回来的时候 开始收咖啡 嗯 因为我们种了咖啡 要三年才结果嘛 三年结果 对 今年才干结果 所以我们收咖啡 都是村民 村民以前 他们自己的一些 林产的地都会种了咖啡 嗯 所以我们收的咖啡很贵 我们鲜果就收六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 需要几斤鲜果 才可以两个晒干 六斤鲜果 六斤鲜果 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 咖啡的果汁要摘出来 都要晒干了 晒干要去完壳 嗯 虽然喝之后 然后再放肥的水分了之后 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这个咖啡一杯是 大给什么药的价位 我在什么 我在什么 一杯十八 一杯十八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我在回家 就是全手过来 我们就是一个游户的体验这样 就让他来真喝到我们 他会觉得好 还没吃 还没吃 我要喝 爱等我 过时一瞬间 红线里飘摇 去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人世间 望呀望 爱恨重复不见 我现在吃的这个草 是宁夏凌乌的长枣 在冰箱里放的一个星期了 上面还有绿色的叶子 绿绿的 因为把它放在冰箱的冷槽 上面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吃 就跟早晨刚刚从树上 采摘下的那种风味 现在不是正好是咱们这个 宁夏的凌乌长枣 大鸟成熟上市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人去采摘 因为全部都是人工采摘 人工挑选的 采摘的话就是 一天的话是180块钱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中午有一个小时 吃饭的休息的时间 因为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 这个早树上 它是有刺的 会有点砸手啊 所以说穿着特别的厚 都戴着口罩 又是中午的时候 猪烟温差大 又要穿短袖了 所以说温度是比较高的 特别晒 裹得比较严实 就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打包枣子的话 就是比较 和彩这类相比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了 它在库房里面 首先是不睡太阳的 而且咱们是打包枣子的话 工资就是120块钱 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 中午的1点半 到晚上的6点半 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工作的地点来上 就在宁夏市 05市的长枣交易中心 后面的冷库旁边 直接走上去 到操库联系咱们的主管登记 立马就可以上班 工期大概是20天左右 因为这个宁夏05朝枣 它就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不冷酷睡干 也不适合睡干 就是新鲜车的 因此口感会更加的虫脆 大概只有15天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火器 宁夏05的长枣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的 它在市面上可受欢迎的 每天的发货料都是集外贷 集群要打包装箱的人 错过了就没有了 因为新鲜的枣 它的VC的含量 在我们能够吃的新鲜的水果里面 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吃新鲜枣的季节 大家一定要去吃 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很高 而且有基酸果胶的含量 都很丰富 还有丰富的病毒维生素 干草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新鲜枣 大家能够在吃到的季节 一定要去吃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为了保证质量 保证品质 咱们每天都是新鲜菜 在同时选择送风亏地 给大家包优的 只要吃过 回顾超级高的 五箱十箱 二十箱 都是把它带回家的 就是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自己吃 尝好的 送你就得送街高 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 很是无欢迎的 咋滚脆 Starring 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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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吃新鲜枣的季节 尽量选择新鲜的枣 毕竟该枣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而且新鲜枣号称为水果界的营养全能冠军 咱们每天都新鲜菜在产地之法 为了保证治疗还选择顺风溃地包油 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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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室 李宗盛 咖啡馆是坐了在这个葱庄里面 一个与时光对应的葱庄 咖啡树 开花了 这个花看上去像金银花样的那种感觉 白色的 有的咖啡树已经有果子了 有的咖啡树还在开花 一盆全部都是咖啡树 进来了来到咖啡厅了 是一个露天的 好吧 咖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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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文艺 这个从那个装饰就可以看出来 哈哈 咖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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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橙榴 正在肉 咖啡树 很酷 在鸡肉 第二种肠 我也是想让你放到是吗 对对对 但是现在基本是对的 也是在逼人那边休息一点 不多也不少 最近都是他们成功的细节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员就花得比较多 晒要晒15到30天 如果说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来成美的时候 一定要体验一下葱萝里面 体验一下这个咖啡 全部都是当地的咖啡豆 北北叫做炒树葱 据老板介绍咖啡厅 也是亲自游的一个场所 每到周末或者是接假日的时候 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或者团队体验农葱的生活 大学生联合本地的青年 对对 背图创业 同时带动整个到地的产业 就是我们回来像种咖啡 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 然后还有村民 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一八年来的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去外面 想住在家乡呢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怎么说呢 这家乡这些农村还是有定的这种情怀了 就是父母啊什么的 好亲人接触啊 对 对乡村啊 对土地还是有定的 感情 然后跟发起人就一起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就一直住在村里 这两年就住在村里面最常见了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个人吗 呃原来有八十九户 嗯 但现在常住的就九户老人 就九户老人 对就九户老人 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心村嘛 呃 所以开始说要以让人才开始回流 哎呃 外出的人在回流你肯定不能够回来种田啦 嗯 所以呢 最近呢 是咖啡神手的季节嘛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啊 就花的比较多 晒要晒十五到三十千 来 下面画面的话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啊 像村里面的村民亮的酒啊 这个豆腐啊 蜂蜜啊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纳了这个 固承那个品牌 重提是 这些产品的质量 给我们来把关 以前老人的话在村里面 在市口下 都会自己嫁妆呆咖啤的 所以的话这边的咖啡 我们换的话是比较浓郁的 这样老一辈的 因为村里面老咖啡也很多 就像我们回来就要开始收咖啡 因为我们种了咖啡 要三年才结果嘛 三年结果 所以今年才干结果 我们收咖啡都是收村民 村民以前他们自己的一些 零散的地都会种的咖啡 所以我们收的咖啡很贵 我们鲜果就收6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需要几斤鲜果才可以两个睡干 6斤鲜果 6斤鲜果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 咖啡的果汁要摘出来 要晒干嘛 晒干要去完渴 去完渴之后 然后再烘焙许分了之后就已经很少 我们这个咖啡一杯是大给什么药的香味 我在什么 一杯十八 一杯十八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晚上回去点净 我们就是一个游戏的体验这样 觉得他来真喝到我们上会觉得 还没关系 还没关系 爱恨不过是一瞬间 红线里飘摇 去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 人世间 望呀望 爱恨 重复不见 香蕉是有点大 一串香蕉挂在上面 还没有成熟 是新的 咖啡馆是坐落在这个葱庄里面 一个与时光对应的葱庄 咖啡树 开花了 这个花看上去像金银花一样的那种感觉 白色的 有的咖啡树已经有果子了 有的咖啡树还在开花 一盆全部都是咖啡树 进来了 来到咖啡厅了 是一个露天的 咖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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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微眼 这个从那个双心就可以看出来 做啡树 为了嫩小 对对对 萝卑 香味特别容易 我也是想让你放糕是吗 对对 但是现在基本上就这样 可是在地上那边就这样 不多也不少 最近咖啡生活的细节 我们是自收自晒 要晒的工就花得比较多 晒要晒15-30千 如果说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来成麦的时候一定要体验一下 葱落里面体验一下这个咖啡 全部都是当地的咖啡豆 北北叫做炒树葱 据老板介绍咖啡厅也是亲自游的一个场所 每到周末或者是接假日的时候 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或者团队体验农村的生活 去一杯天上的水 这个本地的青年人一起回来都是本地 就是福山城本地人 大学生年和本地的青年 对对对 带头创业 同时带动整个到地的产业 就是我们回来像种咖啡 还是塔顿村民的最种 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 然后还有村民 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18年起来的 18年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去外面小牛的家乡呢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怎么说呢 对家乡对农村还是有定的这种情怀了吧 因为父母啊什么的 好亲人接触啊 对乡村啊 去土地还是有定的 感情 然后跟发起人坐在一起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就 就一直住在村里 这两年就住在村里面 最长的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 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个人啊 呃 原来有八十九户 那现在常住的就九户老人 就九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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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心村嘛 因为乡村的普遍有一个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提倡乡村振兴 所以在不有一些人 有在回流的话 这个乡村可能就慢慢的 就没有了嘛 所以 那一开始说要引 让人才才回流 那你外出的人在回流 你肯定不能够回来种田了 对 对 最近呢 是咖啡神所的季节了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啊 就花的比较多 然后晒要晒十五到三十千 来 下面画面的话 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 好像村里面的村民 那样的酒啊 做的豆腐啊 蜂蜜啊 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拿着这个 股城那个品牌 前提是 这些 产品的质量 给我们来把关 那我们村的话 以前老人的话 在村里面 然后去头下 都会自己架枯茶咖啡的 嗯 所以的话 这边的咖啡文化的话 是比较浓郁的 对 像老一辈啊 村里面的老咖啡也很多 就像我们回来 都开始收咖啡 嗯 因为我们种了咖啡 要三年才结果 三年才干 对 三年才干结果 所以我们收咖啡 三年才都会收村民 村民以前 他们是有的一些 林产的地都会种的咖啡 嗯 所以我们收的咖啡很贵 嗯 我们鲜果就收六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 需要几斤鲜果 才可以两个晒干 六斤鲜果 六斤鲜果 六斤鲜果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 现在咖啡的果汁要摘出来 都要晒干嘛 晒干要去完可 嗯 去完可之后 然后再公佩的水分了之后 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这个咖啡 一杯是大给什么药的香味 我在什么 一杯十八 一杯十八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晚上回去了请 这就是全场过来 我们就是演个游客的体验这样 觉得他还真喝到我们 还没觉得 还没吃完 爱恨 如果是一瞬间 红线里飘摇 去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 人世间 望呀望 爱恨 重复不见 嘎蜂菜 我现在吃的这个草 是宁夏凌汝的长草 在冰箱里放的一个星期了 上面还有绿色的叶子 绿绿的 因为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嘎蜂上面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吃 就跟早晨 刚刚总是在彩在下的那种风味 现在不是正好是咱们这个 营架的明物场 走大量成熟上市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人去采摘 因为全部都是人工采摘 人工挑选的 采摘的话 就是一天的话 是180块钱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的 休息的时间 因为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 这个早速上它是有刺的 会有点砸手啊 所以说穿着特别的厚 都戴着口罩 又是中午的时候 住院温差大 又要穿短袖了 所以说温度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沙 裹得比较严实 就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打包枣子的火 就是比较和彩这类相比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了 它在库房里面 首先是不睡太阳的 而且咱们是打包枣子的话 工资就是120块钱 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 中午的1点半 到晚上的6点半 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啊 工作的地点来上 就在宁夏市05市的 长造交易中心后面的冷库旁边 直接走上去啊 到操库联系咱们的主管 登记立马就可以上班 工期大概是20天左右 因为这个宁夏05朝早 它就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不能够睡干也不适合睡干 就是新鲜车的 因此口感会更加的虫脆 大概只有15天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火器 宁夏05的长造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的 它在市面上可受欢迎的 每天的发货料都是集外费 急需要打包装箱的人 错过了就没有了 因为新鲜的枣 它的VC的海料 在我们能够吃的 新鲜的水果里面 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吃新鲜枣的季节 大家一定要去吃 丰富的维生素C 膳纤维的含料也很高 而且有基酸果胶的含料都很丰富 还有丰富的B维生素 干也早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新鲜枣 大家能够在吃到的季节 一定要去吃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为了保证质量保证品质 咱们每天都是新鲜菜 在同时选择送风亏地给大家包邮的 只要吃过回购超级高的 五箱十箱二十箱 都是把它带回家的 就是送给家里的新鲜好友 或者是自己吃 一场好的 送你就得送鲜枣 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 很舒欢迎的 嘎不脆 要够带走 再适举一些 什么东西 我把这些固定送入 一切是什么东西 如果对我来到我去 和我去乱竹 你不要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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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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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盛 字幕志愿者 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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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盛 字幕志愿者 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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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上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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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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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杀 字幕志愿者 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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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